人们注意到,以往习近平频繁出现在官方报纸和电视台的头版投票,但最近几周来,他出镜的频率似乎降低。 郑宇硕说,他无法转嫁人们的谴责,也只能以低调方式回应。 不过,目前的种种挑战还无法构成对习近平的威胁,但对许多人而言,政府的公信力被打了折扣。 人们最大的忧虑集中在美中贸易战上。 批评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拿出了一套同华盛顿谈判避免经济遭受重创的整体战略,北京更像是决定使用倔强的方式予以报复性回击。 股市下跌,人民币也一路疲软。 上月,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称,外部因素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习近平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连接65个国家的基建倡议受到参与国的质疑与反对。 中国国内也出现这一号字巨大项目是否明智的声音,因为在外大鼻撒闲的同时,国内还存在着数百万贫困人口。 有人开始反省被李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务实外交政策是否正确。 可以想象,在今年的北戴河会上,中国领导人至少就一些以上提到的困境进行了讨论。 最近两周以来,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期间,习近平以及其他领导人基本淡出了公众视野。 伦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认为,中国国内许多人不喜欢习近平的高调言词,而这些人现在发声。 为中国强势崛起大桥边谷的清华教授胡安刚则遭到人们的谴责,甚至出现了倒狐运动。 他的中国的国力以赶超美国的理论成为人们抨击的核心。 27名清华校友联名写信要求发免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 同样是清华大学教授的《举张润》网上发表的《中国》,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发出了反省运动的最强音。 他写道:"当下全体国民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安危产生了严重的迷惘。 忧虑造成全国性的恐慌。 许章润总结了人们的八种忧虑,其中包括政治挂帅,又搞阶级斗争,再度关门锁国,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 许章润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八项期待,尤其个人崇拜急需赶紧刹车,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及平反六四的呼吁最为震撼。 许章润发表该文时正在国外访问,因而暂时没有受到打压。 而另一位退休教授孙文广就不那么幸运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中国在海外大敌撒钱时,他被警方强行带走。 7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联合发表了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 美联社评论认为,这是习近平政权处在焦虑当中的又一迹象。 而制度目前低效的状况,恰恰反映了人们的不满与抵制。 美联社引用分析人士指出,想当皇上,就得拿出政绩。 习近平拿不出任何政绩,无法让百姓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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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